全世界哪個國家的人最有錢呢? 中國?美國?德國? 那就要看你怎樣定義什麼是有錢 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經過購買力評價 調整之後去排名呢? 有這幾個榜 其中一個Number One 在最近黃室藏品在香港故宮展覽的列子敦士登 這個歐洲的迷你國家 日日看蘇紙 有文化有taste 好在繼續說話之前呢 想先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支持 看回歐洲地圖呢 幾個大國呀 德國呀 法國呀 英國呀 都很容易找的 這幅圖呀 加回國家名字下去了 大家看到列子敦士登沒有呢? 其實 它就是合在瑞士和奧地利之間的 這個國家面積是160平方公里 那就是多大呢? 香港就夠小啦 只計算陸地其實都有 1100多平方公里呀 是列子敦士登的七倍呀 佔148平方公里的大埔 都只是小過列子敦士登一點點而已 那麼這個這麼小的國家 是怎樣賺到這麼多錢的呢? 靠的就是製造業呀 包括紡織呀 製藥呀 食品、產品、金屬製品和精密儀器 而好像它旁邊瑞士那樣啊 都有銀行業金融服務呀 大家都記得啊 賭神是用瑞士銀行本票的嘛 再看一下這樣的風景 那就旅遊業蓬佩就肯定的啦 那麼簡單介紹一下 列子敦士登皇室的由來和歷史呀 如果我看過我說英國皇室的影片呢 都知道現在英皇查理三世的祖先呀 是William the Conqueror啦 他的祖先呢 就是維京人啦 原本的領地在法國的 諾萬帝一直打到英國 趕走了之前的安靠殺心人 但是呢 當今列子敦士登皇室家族 能夠得到管治這個國家的權力呢 不是靠打回來的呀 而是買回來的 就由17世紀的卡爾一世開始講起呀 那麼當時呢他的家族 在奧地裏的南部是有些領地的 那麼他在政治鬥爭那裏呢 就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馬蒂亞斯 而獲得後者呢 就拆封了做 列子敦士登親王 那之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呢 就給卡爾一世的孫 約翰阿當一世呢 就買了斯倫貝格和雅都茲 那這兩塊新的領地 和原本的相比就有什麼特別呢 那關鍵就是 葉拳啦 封建制度的葉拳呢 是由最頂的皇帝 這樣一層層的分下去的嘛 那麼以前呢他家族的領地呢 都是由神聖羅馬帝國之下的諸侯 再分封出來的 但是這兩塊呢 是直屬神聖羅馬帝國的喔 那麼他們呢就升了呢 就做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直接屬國啦 那麼後來呢 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就輾輾輾輾輾 列子敦士登呢 就終於成為一個主權國啦 那麼現在的列子敦士登這個國家呢 是沒有擁有軍隊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跟其他的皇室不同喔 列子敦士登的皇室呢 是有一定的實權 但是同時呢 國民呢是有權利 投票他們的選區 是不是繼續受這個皇室管治的 所以都頗民主的 今時今日 列子敦士登親王呢 是世界上第六有錢的國家元首啊 據說他的財產是40億美元 不過他們都經過窮郡的歲月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啊 1945年呢 皇室呢 為了籌期啊 就賣了他收藏的達文西作品 那麼這400年來呢 歷代的親王呢 是收藏了眾多的藝術品啊 那麼令到列子敦士登皇室的收藏呢 成為當今世界最大規模 最重要的藝術收藏之一 那麼他的藏品呢 就不乏中國元素的 例如一些稻金的青花瓷盤啊 有中國式圖案的蓋碗啊 那麼藏品的年代呢 正值十六至十七世紀 那麼中國的陶瓷呢 就開始燒往海外啊 那麼當時瓷器呢 在歐洲是屬於奢侈品的的 一度是貴過黃金 那麼今期香港故宮的展覽呢 親王漢斯亞當二世 親自來了香港主持開幕儀式的 他們的珍藏呢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尤其是我上星期介紹過的老本師 以及Anthony Van Dyke 的作品 好 今天講到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啦 多謝本場 下集再見